Hello 大家好 今次回答康瑪想和大家看今季的殺科戰賽事 7月15日 菊草夜馬 在講今期的一些重點之前 都要回顧剛剛那期賽事各場貼士的成績 成績方面都頗好 當中差一點一點 就可以中3T 第二關、第三關都是中2T 不過最後當然還是 距離中獎都差很遠 安慰獎都中不到 唯有留下季可以繼續努力 看看希望下季可以繼續贏錢 今次選了三場賽事和大家分析 都逐一場逐一場和大家看 首先看到第二場 看低班賽事 五班一千米 我們可以看重播 好出閘了 中檔方面同樣是紫色3的 陽明秋秋都慢了下來 所以前面先是幾快閘 那隻就是外檔位置的競飛勝 中間夾著就是橙色三戰神堡 內南方面還有一隻喜氣綿綿 這三隻馬比較快一點 過來馬位之後 貼一條南首都的包廂位置就是超額應購 外面拍著走就是風仔 過幾畫位之後 就見到一隻馬就是中華精神 在城的馬就見到一隻金光獸這裡上回一點 再數後面 貼欄方面就是一隻喜斌騰這裡上回一點 外面拍著走是漸信龍區 後面那三隻馬暫時就是陽明秋秋 魚王和一隻仲賞 入正直路的時候 前面漸仙仍然是一隻喜氣綿綿 這時候外面有些馬蓋上來 首先就見到潘頓的座棋 超額應購 這裡擺一隻航太衝得挺厲害的 右面位置方面 中華精神也偷找個位置衝上來 看看追不追到 外檔方面還有漸信龍區那些馬 還有白馬的時候 前面透過出來已經是超額應購 後面喜施這樣追不到 就是中華精神 過重點 考得一名就是超額應購 中華精神跑第二 第三、第四名都要拍一拍 外面有幾隻馬 衝上來就有金剛獸 和陽明秋秋中間 還有喜斌藤那些馬 要看回慢鏡 第三名是金剛獸 第四名就是陽明秋秋 這場賽事都選到一隻馬 想和大家跟進一下 說的是跑第五名 喜斌藤 看回今場 其實它的沿途走位 就因為出閘方面 慢一慢了 所以就留得比較厚的位置 沿途走位 首先跟在第八、第九位 最後衝上來 跑第五名回來 其實就是因為今場 主要的問題 始終是出閘那一下 本身這隻馬 今場抽到的一檔喜寶 就是預計它會放在前面走 但是因為出閘跳一跳 快不到 所以縮回到馬群後面的位置 但大家都看到 最後那方面 它的馬其實也追得很好 看回周俊樂最近 其實偶爾都出現這些情況 本來騎一些預算會放在前面走的馬 但是可能出閘那一下 反應不算太好 這隻馬也好 又或者可能周俊樂 不是太專心出閘那一下的反應 所以經常都會搞到 一些預期會放在前面走的馬 慢閘 但是雖然是這樣的情況 末斷的時候 其實這隻馬可能因為輕綁 又或者周俊樂騎下去 打得起這隻馬 所以其實這隻馬 雖然慢了下來 但是也沒斷衝到上來 但是始終衝到上來 只是限於撲近的 絕對就像這隻喜斌騰一樣 絕對都三甲不入的 跑第五名 馬主又獎金收了 看到這隻喜斌騰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給它機會 因為它在五班來說 其實也挺殺食的 看回之前隻馬 當仍在偉達馬房的時候 曾經展示過給大家看 其實隻馬是有速度的 早段的時候放在前面放的 今場只是出閘那一下 不是太好才放不出的 所以這些馬其實在五班 有前速的馬是很有好處的 給它多一點時間 我可以認為 看一下文家良 可不可以幫到這隻馬 練到前速出來 再看血統方面 其實喜斌騰的 無線家族方面 成績也是一般的 老老實實 那隻Half Sister Jetwrap 其實在當地出賽 跑過15次 然後才以一個六歲之靈 贏到一場Mayden的 那些翠麗馬賽事 對比起來就是喜斌騰 喜斌騰是年輕過一歲的 現在也是跑過14場 也是未出頭的 其實這兩子弟的情況 都很累近 應該能力方面 真的不算太高 但是始終看回 她的Half Sister 去到六歲的時候 還是可以贏到馬的冷門 爆冷贏一場處女馬賽事 但是喜斌騰 其實現在的評分 落到在五班的時候 我想對手不是太強的情況之下 她是有權可以贏一場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組短的時候要夠快 可以搶到在前面放 希望文家良可以幫馬 練回速度 所以我想這隻喜斌騰 下季轉了六歲之後 都值得大家繼續跟進 希望她季初已經馬上有表現 所以 喜斌騰是可以給大家在下季 值得大家跟進一些馬 好 說完一隻喜斌騰第二場的低班 看回四班馬 說到的就是第五場的四班千二米 都和大家看一看重播先 好 出集了 那隻鷹友好友比較慢了下來 拖回馬群後面的位置 所謂前面都幾隻馬搶的 中檔位置方面 見到就有開心好友 不過內蘭頂一頂它 就有勇者性 和鐵蘭方面加加成功 再數出去 走著五碟就是八進 六碟也有 就是紅虎日 後一陣的馬 見到三隻馬 走著三碟 不過有遮擋的就是盡著氏 中間夾著有安逸寧靜 內蘭方面 應有好友這裏就上回一點 包了最後三隻馬 暫時有首飾鑽旗 紅寶社 和就是盡神 去到對面直路尾段 準備入彎的時候 看看前面的馬形勢如何 八進由三碟走上去 放在前面先放 第二位的馬 貼著欄 搜回包箱位置 開心好友 外面拍著超威星 過來馬位之後 才見到自己的馬 就是勇者勝 再數後面 二碟位置走三位 是盡著氏 貼欄方面 有一個加加成功 入勝直路的時候 前面的佔仙 仍然還有一隻八進 不過這個時候 中間的馬在上來 首先見到開心好友 不過外面的超威星衝下去 更厲害 外島方面 都追上來 就是盡著氏 鬥到最後八多米的時候 前面超威星透出一個馬位 後面不斷追上來 就有盡著氏 不過過終點的時候 贏馬的就是超威星 跑第二名是盡著氏 第三名 已在後面盡上來的盡神 第四名就是加加成功 好 這場賽事 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跑第二名的盡著氏 其實 看到他的傷患方面 也有一點問題 所以看到他貴中的時候 曾經有一段時間休息 前幾個月沒有出過賽 其實看回這隻馬 其實我在他服役之前 初出之前 我又如何評價這隻馬呢 其實在去年暑假 看回 都差不多一年之前的事 2019年的8月的時候 當時看到方家拍馬房的馬 進鑽線當然是其中一隻 其實就是C406 其實我自己本身估計 看他的血統方面 其實都挺好的 我預計他的評分 最盡可以上到75分 不過這個時候 這個估計是在暑假的時候做的 上個暑假 當隻馬還沒出賽的時候 是估計的 很可惜 跑完之後 跑下去 其實隻馬也有些傷患的問題 影響到他的進度 都算是嚴重影響的 但是不要緊 起碼叫做休養之後 復出 熱完身之後 還是跑得回一個應有的水準 暫時來說 看到最近的三場賽事 已經是懂得贏馬 另外兩場都是以一個挺強勁的姿態 衝入亞軍回來的 那就不要緊 因為其實看回 我自己本身預計 這個進鑽線適合的場地那方面 其實都因應血統來看 我自己本身估計 反而他最更加適合的路程 反而就是泥地和沙田草地的賽事 不過暫時看到是贏谷草 不要緊 因為其實下季這隻馬 絕對可以抹下 有理由相信 他現在的健康方面的問題 已經可以養好 如果跑得回應有的水準情況之下 他是任何路程都可以應付得到的 泥地、田草、菊草都一樣沒問題 所以這些馬 其實暫時來說 還在四班那裡跑 下季絕對值得大家長期跟進 但是帶前提 都是要希望他的健康 可以維持得正正常常才要要 所以進鑽線 值得大家下季繼續跟進 可以抹下他 好了 這場到第五場都跟大家講完了 最後一場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的場次 就是第六場的三班千二米 還是照顧看重爆 出閘了 有藝君子比較慢了下來 外面有隻高鳴進將 都捉回馬群後面的位置 所以前面先 快的馬同盟力量 不過裡面那隻獎金大魂比他更快 已經率先貼了條欄 只要差不多兩個馬位擺到前面走 同盟力量 這裏跟回第三位的馬 第二位二碟走上去 就是極速進馬 第四位 貼藍方面有國取所需 外面發著 加州雷電金牆都留著來跑 後一層的馬有三隻 走上三碟網空是天地人 中間夾著一隻藍色眼罩是大師級 內南方面 就是一隻維港奔牛 一個馬位之後 才見到有藝君子 這裏就上一點 坐下後面 包尾三隻馬 暫時是高明進彰 外面有三碟那隻 鋁英復星 和包尾那隻馬就是很有益 對面直路尾準備入彎的時候 前面一對馬搶了提放 就有一隻獎金大王在裏面 外面拍著就是極速進馬 帶領著馬群 差不多四個馬位入直路 後面那些馬 就有一隻同盟力量 加州雷電那些 入正離直路的時候 前面佔仙仍仍仍是獎金大王 一直在二碟那隻極速進馬 這裡開始散散地 外面蓋上來的馬 有同盟力量 前面佔仙仍仍仍仍仍是獎金大王 不過外面一對馬衝得很厲害 有維港崩劉和加州雷電 過終點的時候 維港崩劉在外面掃光 跑第二名是加州雷電 第三名 獎金大王好像也未必頂得到 先看重播 高明進將在中間的位置 都捐上來 跑第一名是維港崩劉 第二名是加州雷電 第三名高明進將衝到上來 至於那隻獎金大王 就捱到第四名回來 今場想和大家討論的馬 就是跑第五名那隻的同盟力量 同盟力量過往的跑法 都是比較主動好的 今場其實見到出閘的反應也是快的 不過安上仁梁家俊 給這隻馬不是太盡放 他看一看見裡面那隻獎金大王 搶了出來之後 他就立刻捉住這隻馬 9秒9秒馬上捉住 真的反應也沒那麼快 其實這隻同盟力量過往 他雖然說是試過一次 留住來跑 跟在包商位置 跟第三位 都是可以贏到的 不過當時提醒了 其實在四班 兼且有潘頓去發揮 其實現在上來三班 特別是對手方面 比四班當然是強一點 所以都是需要沿用一個 比較主動的跑法 才可以跑得好 因為同盟力量過往來計 都是要採用一個比較前置型的跑法 主動來計 就可以憑著軍速帶度 所以其實上來三班 都不要太期望他可以懂得追馬 所以今場見到沿途走位都不太好 三三 之後就頂不到 跑第五名回來 其實都可以看回 今季其實都搏得算多 這隻同盟力量 但好在那方面 就是他的體重 馬不體重 長期都保持著大大隻隻 1200磅 流上差不多1230幾磅 40幾磅 他雖然搏得多 但他絕對沒有任何跌磅 其實反映到馬的狀態 都是保持得不錯 那這些馬其實下一季的時候 就會轉五歲 都可以繼續留意 因為 只要他可以在三班出賽的時候 放在前面放 讓這隻馬順著走 絕對是有望 憑著軍速可以贏馬 所以如果 留意這隻同盟力量 下季的時候 看看他的牌位 看重是否能保持到 如果是繼續維持著 1200磅或以上的話 都是值得大家繼續留意的 除非真的突然之間大跌磅 可能要想一想 如果看重方面 保持到馬 仍然大大份 強強壯壯的話 下一季我相信 他可以在三班出賽 所以同盟力量 都值得大家繼續留意 好了 今集的回帶康馬 跟大家講到的三隻跟進馬 給大家在下一季 季初的時候已經可以看了 分別有喜斌騰 盡著士 和同盟力量 今集的回帶康馬 先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的時候 就要在下季 下一季再跟大家見面 不過這個時候 暑假的時候 我的YouTube Channel 都會繼續推出不同的影片 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可以繼續留意 今集的時間 先講到這裏 下次就下一季 在後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